5月中旬全台进入疫情三级警戒 指挥中心宣布开始实施简讯实联制 立法日也特别编列了3亿元的经费来支应 不过全台湾的民众从5月中疫情爆发到现在 已经发送出了23亿则的实联制简讯 非常的烧钱 民众党立委高宏安今天直询时就爆料 日算已经快花光了 未来该怎么办呢 对此习近日党苏仁昌还有NCC主委陈耀祥都呼吁 电信业者继续的供体时间撑到最后 进入商场食材实联制 扫毛QR后 进到超商餐厅健身房 不管哪个场所拿起手机扫一下 送出简讯已经成为日常 从5月本土疫情爆发至今 全台民众已经发送出23亿则实联制简讯 而当初编列的3亿元经费也快要见底 预算书的基础一则0.1元 你只有30亿则可以用 尊杰支出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尊杰 实联制简讯并非完全免费 当初政府以3亿元桶包价 拜托电信业者协助 每通简讯压低至不到0.1块 但每天全国民众发送高达近2000万通简讯 也让业者实在吃不消 感谢业者能够共体时间 在3月里面来讲可以把这个简讯实联制 维持到最后 立委质疑9月框列机师染疫个案时 指挥中心大规模发放110万通细胞简讯 但一般民众实联制资料 却没有被妥善利用相当不合理 加上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是否考虑降级之后 取消简讯实联制 或可能改用民众业者自行负担费用 因为目前都是基于疫调所需 所以在费用上面 因为我们还是要去支付 这些相关的简讯 简讯实联制 短时间内不会退场 但裁员缺口谁来承担 还要跟业者协调 拼防疫每分钱也要花在刀口上 最后关杨岳大台报道